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30日 去年的今天疫情就未过去 大家都要戴着口罩 社交距离限制的措施也未解除 虽然去年7月1日就是回归25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访港 国旗、区旗、满布各区 社会生活仍未复尝 市民对回归周年本来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同一日假期 今年还是遇见一个星期六 去年就更加有一份低落感 因为疫情问题 明天疫情结束 復常之后第一个七一特首李家超和班子 上了任一周年 党中央也成立了一个新的架构 加强港澳的工作要有所作为 一国两制就真是全面开展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今年7月1日就没有中央领导人访港 但是政府也大搞一些吃喝活乐的好处 全城大优惠 铺天盖地的旗海宣传 今天有些高官还宣传说 有几万支的区旗、国旗 满布满布很多个点 搞什么呢?开心慶回归 一年过去了 香港人是不是生活得更加开心呢?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今天出席了一个 回归庆祝活动致辞的时候 在维园搞过 一年以来 李家超政府就扮成了不少的实事 港大的市民的安全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又说香港逐步走出政治 船渦的泥沼 昔日熟悉 可爱的香港就回来了 他还说一国越坚固的话 两制就越精彩 过去的过几星期 李家超和国高官都真是空群而出 做了很多媒体的专访 在自己的Facebook那里贴文 拍短片 大肆宣传过去一年的工作 上岸一年 官员就自我感觉良好 都很high 市民感觉到是不是更加安全 更加幸福呢? 获得了些什么呢? 九七之后 每年的七一 社会团体 民间团体 都在维园举办 游行示威集会 接着就游行 外国组织 都在不同的地方 举行 他们自己 搞一些慶祝的活动 都几年前了 开始一些亲中团体 就齐早就向这个康民署申请了 用了这个维园的足球场 举办活动 就出现了一些相当有趣的现象 就是同一个地点 足球场那里 有一些亲中团体 兴回归 然后 在隔离 左近一些民间组织 民主派的一些团体 就在附阵 集合游行 出发点 都真的是那句了 七一 各自各精彩 今年的七一 就全城一片红了 维园 只会有这个 兴回归的活动 游行 零申请 没有人申请 那是不是那些人太忙呢 很明 很清楚就不是 因为游行 已经属于真是高风险的活动 市民过去透过游行 就吐一下苦水 就表达了一些诉求 现在真是有冤 无路素 吃喝玩乐 很多的一些好处 吃饭 买东西 有折头 是不是就可以补数呢 郑雁雄在今天那个活动那里就说 国家主权安全就已经得到有效的维护 又说市民的安全感就不断提升 但是另一边呢 官员又说 不断就说香港就已经是由自及卿了 但是心里面都感觉到很不安全 因为 我想今天留意一下 就是湾仔会展一带就已经发觉 香港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安全呢 因为路就已经是封了 封了很多路了 金子京广场附近呢 还围起了很多 高个一个人的那些水马 铁栏 警员和警车就已经加强了在附近的巡邻 似乎就不单止是湾仔区了 市民可以留意到 真的很多区都会看到一些警员的 有了装备的 还可能有些防部队 还有机动部队等等 传媒就引述消息说 警方就说会在明天加强这个警力 在各区高姿泰巡邻 也都会调动一些受训的机动部队人员 加强截停搜查的工作 政府就宣传说要开心兴回归 但是希望市民出去外边吃喝玩乐 搭配一些免费的电车 巴士 港铁都好像说有一些一位 但是又事先张扬说 警员就会高知猜巡邻和查各位市民 这个是不是香港人昔日熟悉的可爱香港呢? 郑雁雄所说的可爱香港呢? 李家超上了一年 一时又说由字 由乱到字 一时又说由字及兴 开新篇 究竟现在是乱还是字呢? 其实看回管治呢 似乎都仍然停留在一个 在一个所谓自乱的模式那里 港区国安法煽动法例就成为一个重型的法律武器 在缺乏这个客观分析研判之下 加上怕乱怕出事的心态因素呢 过去已经近一段时间已经见不少的例子 就是已经似乎过了火位 出手过重 又或者是打击面呢 其实是过大了 在汤文处那些图书馆下架 书籍下架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真是一些真的不太关事的一些书呢 只要作者是某某就下架了 那这些是不是其实就是过了火位呢? 这些管折和施政的乱象 似乎就已经陆续出现了 李家超上个星期周末一年两天 在Facebook那里播出了他在山顶拍摄的片段 这个其实就是他上任一周年的一个宣传重点 因为他自己亲自上阵 这两天播出的片段都能够反映了 有新一个政府 李家超政府施政的特色 由访问、拍摄、制作、播出 那都真是自己的官员一手包拔 片段里面看到的游客、途人 基本上都是Care la Faire 这样就移动的报警 没有一些真正的所谓官民对话、聆听 只见到的其实就是切头切尾的一种官方的宣传 从李家超自己的片段到今天我们看到湾仔会展 封路那种状况 全城一片红那些这么厉害的景象 我们昔日熟悉的香港其实就真的越走越来越远了 而香港和内地的距离又似乎是越来越近了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明天出街都要开心一点 拜拜 拜拜 拜拜